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要拿一大堆呢 是送给24个女生的 我最喜欢那种拿三样的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过 比如说给黄老师两个 没有我的就没发生过 我要猜错了 有点丢人啊 24位女生对吴建辉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7号 如果要是咱们牵手成功走在一起 我觉得咱俩在一块就是一个搞笑组合 您可以先收着点 您肚子别挺着 这样我的这个腰围每一年 都是可收可犯的 冬天我就特别冷 想吃 然后等到夏天就长胖26 然后等到冬天我也输回去了 好的 谢谢男嘉宾你的回答 13号 你好 男嘉宾 我是13号 这边 你好 不好意思 我精神 我看不见你 你今天穿衣服的方式好特别 衬衫里面再套衬衫 是这个样子啊 因为我特别地喜欢画画 这是一个对比色 穿起来特别地漂亮 你说 我们很想听你在服装上的一些见解 我觉得就是热 叫什么 热可脱 然后冷可穿 然后呢 高贵的气质 就是 你说 你说 加油 加油 高贵的气质不约而遇 然后这个经典的款式 这个款款而来吧 好不好 他好像是代言某个品牌的 这种感觉 不是 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 他觉得这样很好 要不然我们说说这个吧 好的 我特别地喜欢云南的东巴文字 我是云南大理人 哦 东巴文 对 我对发扬民族文化的 特别地感兴趣 所以呢 我就 给我们三个人一人带了一幅 对 知道 声抢这是 三幅画的价格就是不一样 你们自己选 把最贵的给我 那我看你自己的眼力 这得看你眼光了 这个男嘉宾 你送你一些的好 这样吧 我是很大气的 给他们 紧着他们先跳 跳完那个就是我的 对吧 这幅就是一个小孩子 让一些三格子的图案 这个是 这幅是叫做做一颗伟大的荣树 这幅就是云南的东巴文字 财神 你要哪个 最后一个贵 就这个吧 黄老师要这个是吧 来 给他 不给他 这幅是给你的 这个给我的是吧 为什么 为什么是给他的呀 很简单 为什么是给他的 这个是最贵的 不一定 保不清他最喜欢黄老师 最贵的那个地方 他肯定是有寓意的 这个为什么是送给孟老师的 因为这幅是最便宜的 你看看 他肯定是他心里觉得 黄老师最好 他就把最贵的给 我太知道了 可是呢 他要是翻在孟非的手里 他就可能成为最贵的 因为你知道吗 我也 这幅画有特点 这幅画你看 这边这个是一个小人 右边这个前也是一个小人 但是是个大贵的小人 你给我俩小人干嘛 你给我解释 然后这个小人送了一个屁 两个小人一个屁 对 这个在东巴文里面 你有好话没有啊 不 这像是东巴文里面的一个字 叫做爱 感觉就好像说 这个爱情就是个屁 相恨 你那个词比我也好不到哪去好吗 这两个给他们随便挑是吧 那然后我就要第二个吧 他说第二个是给财神的 这个是给黄瀚老师的 因为呢 这一条呢 特别适合做成丝巾 特别好 好 好 谢谢你 你觉得财神老师 就是一颗伟大的榕树 不是 不是 对 是 再来一遍 到底是不是 先让我说的是我自己 因为呢 我也是一个文化人嘛 我画这个小 我画这个小人 我画了就六年 他也有个小人 对 为什么孟采神那个出名呢 是因为他 是因为龙门标局 哎呀 这三幅画弄得惊心动魄的啊 来 我们看第一条片子 我是一个发明家 在我20岁的时候 我的妈妈下岗 受我妈妈的影响 我觉得人的一生 总是要下岗的 我就想通过发明创造 改变自己 我发明了解酒药 光伏病碗 逆变器 我的发明正在为社会 做出伟大的贡献 我是一个舞蹈家 在有一次晚会上 我跳了一些舞蹈 大家都觉得挺不错的 从此我就迷上了跳舞 却舞 我还是一个漫画家 台湾的姬米和我妈妈 是同一年出生 同一年下岗的 姬米画漫画养活了一百多个人 但是我的妈妈 生活得那么的惨 所有漫画都改变我的人生 我的妈妈有一个朋友 她通过吹索呐走出了国门 成为了年薪千万的富豪 我也想走出国门 成为云南的第三章话 文化名片 只有我的人生规划 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我就想把这三千多张漫画 做成手机壳啊 丝巾啊 冰箱贴这类周边产品 让我能够存活下去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 强大的卡通品牌 刚刚说了半天是个画家 这一转眼又是发明家 又是舞蹈家 你想在这儿跳一个什么舞啊 我就跳个拿手的捆绝舞吧 云南 云南那个是吧 对 杨丽萍也是云南的文化名片 要拖是吧 哦 拖吧 来 我帮你拿着 这龙袍啊 黄色的 这龙袍啊 美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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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二位好像对胡桃 没有什么见解吧 我被深深的震撼了 因为我不知道是孔雀舞 还是火鸡舞啊 这舞 跳舞吧 我们台上有女孩会跳 跳得挺好的 11号好像是会跳舞的吧 是 我会跳访堂乐舞啊 你要看看访堂乐舞吗 好的 好的 好 来 11号有谁 跳得非常好啊 这是我们台上 跳得最刺的一个女生了 不是的 其实啊 就是 有的人跳得很专业 他的创造力不足 我觉得我跳得比杨丽萍有创造性 你说你是漫画家和那个舞蹈家 你觉得一个人要自己 说自己是一个家 他得有什么样的依据啊 我的舞蹈挺业余的 但是这个你知道 有一个定理叫做 一个人要是一生坚持 做一万小时做街市 这个人就在这个行业 就是第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坚持 你演了一万个小时的群众演员 他就是第一个在这个行业里啊 不是 那是因为他们有规划性 我做漫画这一行业 就是基本上在国内 真的是第一个人 因为我在文艺创造 就文物第一了 如果你认为你是最好的 那你就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它的价值 你就不要再用大众所使用的 这个市场价值来判断了 你知道我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我一直看不起这个国画和油画 因为我觉得中国画花了油画 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就是当你用你这个 用你自己的那个标准 来判断它的艺术价值的时候 你就别指望 它可以使你发财吧 我认为你这些画 可能给你带不来太多的财富 我没有指望它给我带来财富 我是认为 我们还是抓紧时间看下一条 好吧 我曾经经历过两段感情 我认识的第一个女生 就特别地内向 特别地协会 陷阱了我的妈妈 但是这给我带来了 很大的不安全感 遇到这种女生 我心里特别地纠结 我希望遇到的是那种 拿得出手的 吃得开的那种女生 我的第二段感情呢 就特别地拿得出手 但是认识她的时候 正是我一生中最穷的时候 这个时候她的妈妈过来看她了 然而我又不太好意思去接待 从此就飞手了 直到我挣到了第一笔钱以后 我才减少了这种 对贫穷的自卑 也明显地就自信心强了很多 对于我的心动女生 我希望她是那种 有独立思考能力 性格活泼 开朗 外向 喜欢社交的人 我觉得金融笔下的环容 就特别适合我 而且还有像黄耀师 这样的一个老战人 如果有这样的女生 就请你为我留灯吧 这个片子里面 你提到你母亲好多次 对 你母亲对你影响很大 是的 她特别地不爱社交 我觉得她很难融入社会 就是我不喜欢这样的女生 你不喜欢你妈那样的 心理学上是这样说的 就是一般男孩子找对象 都会找像妈妈的 但是因为我看到 如果你的父母给你的 是一个失败的案例的话 你会不会往逆向的方向去 我发现那个男嘉宾 风格类型 有的是来一言不发 那台上女生都说了20分钟 她一个字没说过 也有这样的 她就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她一直在自己说 我们留点时间给别人说好了 长大了那个 对 前我也就是想保我的 你听她说一下好 1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刚刚看VCR里面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 是如此善于外交的强势的人呢 黄荣 黄荣 除了黄荣 别的都不接受 不是 其他的 黄荣他爸 其他 不不不不 比如像这个 你要回答不了 我们再换一个 好 好 聂倩 因为我发现你老是说 你想找一个这个黄药师 一样的岳父想找一个黄荣这样的老婆 但我在想黄荣会想要你这样的老公吗 我想我会的 你跟郭靖之间有哪些相似的地方 你列两条吗 我也比较老实 老实 第二 对 但是 第二 第二就是我比他更有创造力 老实 你是说你比郭靖强是吧 你比郭靖有创造力 还是两条了 对 第三就是 第三 我懂得文化运营的东西 郭靖没文化 男嘉宾 不好意思 我实在想要打断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觉得 我们应该先完善一下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不是 我已经在完善自己了 孟老师 一号 孟老师 你们好像没有看到 我的人生经历的这个步骤 孟老师 一号 男嘉宾 我想给你一些建议 这里 我觉得你是个奇葩来的 你知道吗 我说的这个奇葩呢 不是说贬低你 我是觉得呢 其实你跳那个孔雀舞 真的很难看 我建议你可以去学一下POPPING 也许对你有帮助 你这样的 你就有机会找到女朋友了 学POPPING 不要学这个孔雀舞 有点遗憾 邓挪灭了 临走之前 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话 这我猜想 可能你母亲的下岗 让你有非常大的 这种经济上的不安全感 你说起来是 是展现你的那些艺术才能 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渴望 赶快获得一些财富 让你有足够的安全感 没有错 可是我也还有财富了呀 对 我现在是个有钱的艺术家 好 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还没有 我倒是真的更建议你去找一个 收入不太高 但比较稳定一点的工作 慢慢来 把你的这些艺术 才能暂且当一个爱好 来培养 养着 不要那么急着 让他们去挣钱 不是 我真的有120万啊 哎呀 好 虽然你在台上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有很多人在看 我们电视节目 也许有一些女观众当中 会有喜欢你的人 你能不能把你喜欢的 要找的那个女孩 你清晰地归纳两条 其实我就是来发布这个信息的 你说两条 对 我希望她是做这个 外貌或者外交的 因为我的人生很可能像 丁少光和杨丽萍一样子 又到国外去巡战 那种很稳定的女生 其实不适合我的 好 你说完了吗 两条 对 这两条是最核心的 离开的时候 有些话没听 我可能是过去找一个 像西夫或者是温州这样的一个 做外貌的这样的人家 来实现自己的婚姻 如果找不到 可能会考虑找一个跨国列吧 因为的话 以后我就可能在国外 去传播文化去了 我觉得我已经确定了方向 我一定能找到 人生的另一半 她是跟人沟通上有困难的 为什么我最后零了零了 还要问她两条 那要找什么样子 因为当然台上没有牵手吗 还有观众呢 她是那种反激情人格 就等于我们今天 对她的这个质疑啊什么 她肯定在生活里面 很多次的思考和反激情 所以基本上感觉是水迫不进的啊 想不想知道她找的什么样 她的心动女生 看一看大屏幕 我是不是要死了现在呀 我在这儿别着别着一天 真是 我连话都没说出来 她给自己的评价第一 那你给别人怎么评价呀 我真的很怀疑 除了你妈妈 还有别人跟你说你是第一 真的 她妈肯定不这么说 我看二号都急了都 好吧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找外交 外貌或者外交啊 她主要是对外交比较感兴趣啊 她当务之急 倒不是找个女朋友 可能把自己的性格要调试一下 好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